姜文加号彭于尹 协不压正气大看点 协不压正气大看点!1 消失了的老北京风景 姜文在访谈中夸下海口电影一定会把梁思成哭着喊住要保护的老北京风貌还原出来 你没见过1936年的北京吧 为这个值得一看 原著小说名 侠隐被遇为老北京的哀悼之作 讲北平的社区 武侠的社区 故事主要发生在1936年的北平 有著非常浓烈的乱世古都胡同气息 主角李天然 是个侠客 喜欢在屋顶上飞来飞去 老北京的屋顶是差不多的高度 一站上去 北京城风景尽收颜的 就像灰黑色的海浪这么延伸过来 拍屋顶是为了拍老北京风貌 拍老北京风貌 是为了在线被平成被侵略前最后的辉煌的破败 2 精彩绝伦的台词 江文对剧本创作非常苛刻 让子弹飞拍摄不到一年 创造剧本却就花了两年时间 所以观众看到 让子弹飞拍摄不到一年 每个片段都有不能忘却的台词 8年过去了 许多台词依旧记忆犹新 比如站住把钱蒸了 8年过去 比如 枪在手 跟我走 比如 给我翻译翻译 什么TMD叫TMD叫惊喜 协不压正编剧和纪平透露张北海的原著故事并不复杂 但是江文要的电影很复杂 可以预见 电影上映时 又是异常语言的盛宴 3 将是武侠 武侠是中国导演绕不过的一个烙文 几乎所有大导演都拍过 张艺谋的大气旁国 陈凯歌的能艳玄幻 李安的冷艳清剧 徐克的天马行空 张彻的刀刀剑肉 我们见识了很多样的武侠 未独还没见过江文式的武侠 作为一个和尔蒙爆棚的导演 充满反叛与独立精神的江文 在他的镜头下 武侠又是怎样的呢? 4 江文寻找的真相 江文曾表示 他的作品其实都在表达同一主题 都在探究真相 到底在哪里? 几乎每一个和他合作过的编剧 都惊叹他情节上的天马行空 又合情合理 甚至有 编剧这样说 90% 的情节在写剧本前 江文就已经完成了 实际上 江文需要的是一个语言功底比较好的场记 他自己的说法是 我就是在抄 我脑子里看见东西 听见声音 我就抄 好像上帝捏住我的手书写 不管是上帝之手 还是处于江文自己的思考 这样一个还在思考的大脑 还在思考国家灵魂何去何从的导演 都值得我们在流量演员当道的情况下 一起在电影运花两个小时 在情节和故事精彩之余 偶尔回味一二 五 引人入胜的故事 侠隐本身小说很新颖 一个武侠高手 因为背负血海深仇 为了报仇远舍重阳 学习医学 又进行了间谍培训 七年后终回北平报仇 但是 人情的网 利益的网 势力的网 大事的网 使得他迷茫 他能飞檐走壁 却如网终鸟 最后 他终于冲破一切束缚 毅然报仇 这个故事由导演巨大的发挥空间 再加上江文一贯的起余小说 又会超脱小说的手法 毕然给所有观众一个赞心的故事 把小说 侠隐推荐给江文的史航说 一般的导演的电影和小说的关系 像停车场 能紧扣原著 观众就满意了 江文的电影和原著 更多的像飞机场 他的电影起于小说 但一定会超脱小说 讲述一朵自己的花来 六 如罪的思考性 看江文的电影就像喝酒 那种信息的密集度 必须一遍又一遍的品 每一次都有新意比较突出的太阳照常升起 我看了十六遍 每一遍都会有更多一点点的感受 一不知遥 也刷了不下五遍 写了一点关于他的影域 在百度里搜索一不知遥影域 到现在排在最前的两篇文章 都是我的那点感想 相比这两部重影域电影 从题材和演员来推断 斜不压正 应该更多类似 让子弹飞 极通俗又精彩的类型 不过 只要是江文电影 影域肯定是会有的 这种可攻界po的电影 现在很少能在中国其他导演作品中看到了 稀少 七 江是风华 江文不是儒雅的教授 他也瞧不起那些专家教授 自诩业于导演 其实是对专业导演的一种瞧不上 用他自己的话说 导演那点技术 就像讲故事要懂说话一样 都是基本的不能再基本的东西 真正的电影要来自于生活 再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 就形成了导演独有的风格 最后 十分期待 邪不压正 想看到江文如何还原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时候北京 以及如何呈现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传奇故事